利比亚革命武装说 他们在前领导人卡扎菲故乡苏尔特 已经把效忠卡扎菲的武装人员 围困在最后的角落 绝望的苏尔特平民 仍在争取逃离激烈的巷战 星期一 道路被烧毁的车辆封锁 临时政府的坦克和大炮 轰击亲卡扎菲武装聚首的阵地 全国国度委员会的战斗人员说 已经把亲卡扎菲的武装分子 逼入两处居民区 星期日 全国国度委员会的战斗人员 攻占了苏尔特城内三大地标 是主要医院 大学 以及一直被卡扎菲效忠分子 当作主要行动基地的 瓦加杜谷会议中心 攻打苏尔特的这些武装人员 多数来自其他城镇 这使他们明显处于劣势 相比之下 卡扎菲的残余军队 对这座城市更加了解